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去做优质listing内容的输出之后 我们接下来会了解一下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的中小卖家在做亚马逊战略SEO 又是怎么一个流程呢 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一个分享环节 中小卖家在做战略SEO的前期 市场调研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块的话包括自身产品的分析 包括竞品的分析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你产品的Top100 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分析 然后另一块是客群购买习惯的分析 它这里面包含哪一个客群 对哪一个价格区间作为敏感 哪一个客群常用哪一种关键词 作为他们的一个搜索购买的一个常用使用词 甚至包括哪一个地区 哪一个地区的客群 对你的产品的购买兴趣最强 这样的话 你后续再安排你的FBA备货的话 在做你的海外仓备货的话 才能有地方使 然后在前期试调中 就已经确定产品的关键词词库 该怎么去建立了 关键词词库这一块 除了我在以上章节讲过的 去确定一下产品的核心关键词 属性关键词 以及常委关键词之外 最为重要的是 就是锚定出你产品的成交主关键词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卖家朋友做到后续运营的话 运营做到后续的话 你会发现 某一款链接 它的成交词 永远只是那么两三个词 永远只是那么两三个词 一些特殊类目的话除外 但是普货类目 你会发现你链接成交的词 永远只是在那两三个词上成交 如果你能够在前期做试调的时候 在前期做关键词库的时候 就把这两三个词给锚定下来 那么把它加到你的listing文案里面去 做你的优质的listing文案输出 那也是唾手可得的一件事情 这里面打造完美listing文案 打造完美listing文案的话 之前怎么样去做一下文案的优化 我们在上一个章节的内容 也有给大家做一下分享 我们通过这三个步骤 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站内SEO的 所有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市场调研 数据分析 对同行的了解 对市场的了解 对客群的了解 包括关键词的优化 关键词权重的一个优化 包括我们优质内容的输出 也就是我们listing案 listing完美listing的一个输出 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准备完成了 然后需要去选择产品的内幕节点 我们的学员朋友记不记得 我在第一个章节给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我们自然搜索流量里面 一个大点是我们的关键词流量 另一个大点是我们的类目搜索流量 那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类目 对我们这款关键词前期推广来说 至关重要 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前期试调 去查我们的净品 在哪一个类目节点的出单情况 出的最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产品 放到出单情况最好的类目节点 这是一种办法 另一种办法 是根据我们小卖家来锚定的 我们新手卖家 在前期的营销预算 通常都会比较少 先说广告预算吧 PPC预算 之前我在讲 我在跟学员主分享的时候 说是公司里面在做一款产品营销 前期每一天的广告费PPC 单个电阶的PPC广告预算是 300到500刀 很多学员朋友就已经无法接受了 很多新手学员朋友 他接受的一个 新品推广期的广告预算上限 也就是30到50刀而已 所以我们的广告预算有限 我们的营销成本有限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测评 测评费用啊 其他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费用 但是我们的广告成本 我们的营销成本有限 营销预算有限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根据我们的预算 来挑选一个竞争相对小一点的 一个类目 来做产品的推广 会相对比较适合我们 小卖家的情况 如果我们在一个小类目节点里面 已经做到Top100 做到Base Sale之后 尤其是做到Base Sale之后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来更换产品类目 更换产品类目的话 可以自己去跟客服 去跟亚马逊客服做申请 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运营手段 来实现 这个大家参照物业而足 然后选择了合适的产品类目之后 我们就正式进入 我们小卖家在这站内 SEO推广的一个 后期的一个推广动作 这一块可能是很多小卖家 迫切需要了解的 但是这里的话 我跟大家做一下 这样的一个分享 一个是抢夺Base Sale 抢夺Amitage标签 好 Base Sale标签 我刚才已经讲了 抢小类目节点的Base Sale标签的话 难度不会太大 你去通过 抓紫色扣也好 通过米库也好 你去抓大类目节点的Base Sale的销量 跟小类目节点的Base Sale的销量 它们不可同志而语 如果你通过小类目节点的Base Sale标签 抢到这个标签的话 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流量跟引流 这不言而语 另一个 抢Amazon Choice标签 在之前的章节跟大家分享过 Amazon Choice这个标签 很多学员反应没有用 但是当时我指出的一点是 你只是抢到了没有用的词的 Amazon Choice标签 如果我们要抢一个有用的词 比如说主关键词 该怎么去做呢 难度会比较大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从属性关键词 常委关键词着手 去做这样的一个 Amazon Choice标签的一个争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 属性关键词和常委关键词 它们要拿到这个Amazon Choice标签的难度不大 甚至说可以说很简单 你想一下 就连你的品牌名 搜索到你的产品 都能搜索成Amazon Choice标签 那属性关键词常委关键词 难得会难吗 举个案例 我的学员朋友 做半文转译的 Objecture这个关键词标签 Amazon Choice这个标签 它做了很多单测评 都没有拿到 但是在 Highback Mass Objecture 这个关键词 这个常委关键词上 它只做了三单测评 就拿到了 然后后续它陆续又拿到了 Mess Objecture 然后又拿到了其他的一些 Objecture with a cup 如果此类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词 一些属性关键词 常委关键词 这样的一些词的一些 Amazon Choice标签 它到最后还是没能拿到 但是这至少是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办法 来通过 属性关键词 常委关键词的标签的强迫 来间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另一个 做关联流量的矩阵 我们在做流量入口那时候 跟大家做过分享 关联流量这一块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流量入口 比方说 如果你的产品 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listing 如果你自己的listing 下面这些关联购买的位置 关联购买的位置 关联广告前几位的位置 买了又买 看了又看 还有相似产品 这些的位置 全部都被你给抢夺到了 那也就是说 搭建起我们的产品的流量矩阵之后 当客户 只要点选了你一款产品进来之后 他无论怎样 都逃脱不了这个流量矩阵 他点选的产品 十有八九 还是你的产品 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悬 但是操作起来一点都不悬 搭建关联流量矩阵的话 我们通常的三个 准则是一起看了又看 一起收藏 一起购买 我们在后期做测评动作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些营销手段 来实现这样的目的 尤其是一起看过 一起收藏过 一起购买过 我们可以用 绑定两款产品的 共同的促销折扣 做deal 我们可以用 站内的promotion 买A和B折扣 这样一些人为的促销手段 建立起他们的联系 然后通过这样的联系 强行把这 使这两款产品产生关系 当然 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你这一款产品 必须彼此之间 具有比较大的关联 比方说 你做的是充电宝 然后做充电宝 一些充电线的一些关联 比方说 你做的是眼镜 做眼镜盒子 这样的关联 然后 由这个延伸开 我的一个学员朋友 跟我反馈 由我跟他提醒的 这一个点延伸开 他做成人用品 东莞卖家 大家都知道 成人用品 在亚马逊上 是不能够开广告的 但是 他通过关联 成功地 做出了这样的 一个营销推广 他把女用的 营销用品 女用的成人用品 的中动按摩器 还有他一个 主关键的部件 拆开 按摩键这一块 他拿来做PVC引流 然后把 女用的这个道具 跟按摩器这一块 做成关联 那当客户被 震动按摩器 这一个广告 引流进来之后 可以顺带看到 这一块 女性用品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说的 关联流量 当然 从这里 衍生开的 各种各样的玩法 可能会更多 或许有机会 我们大家可以再 互相沟通交流一下 关联流量矩阵 把握好 关联流量矩阵 是 除了做自己 listing页面的 关联流量矩阵之外 你还可以去抢夺 试着抢夺一下 你竞品 大牌的流量 你竞品 大牌的 关联流量 之前我讲过 我们新品 在推广营销的时候 在推新的时候 很多 自动广告的 出单 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页面 关联广告 这一个自动广告 的出单 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 在这个位置 产生的一个订单 那除了 这一个位置之外 我们下面的 这些买了又买 看了又看了 尤其是看了又看了 能不能做到 它的一个 关联位置呢 答案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小麦家 它的资源 可能比较少 它通过 只能通过 促销平台 去做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 在后期 当你记载到 一定的 买手资源之后 你也可以通过 你的买手资源 来完成 这么一件事 另一个点 关键词排名 我们讲 做亚马逊 战内SEO 做到最后 其实抢夺的 就是关键词 排名的位置 关键词排名的位置 我们通过 前期的这样一个 关键词优化 优质历史林的 优质历史林文案的输出 可以做好一些 前期的一些 资料准备工作 但是 后期呢 怎样去强行 有效地推一个 关键词 一块 是看我们的一些 前期试掉工作 我们锚定的那些 成交主关键词 是不是精准 如果这个词 足够精准的话 我们推起来 事半功倍 一个 是看我们后期 在推这个 关键词上的 成交转化 是不是给了 足够大的 资源倾斜 比方说 我之前张杰 讲过的 我们通过 PVC广告 强行来推 一个关键词 它的一个展现点击 强行来推 把它一个 技术 把它展现点击的 技术 推大之后 它的转化的 绝对值 会低吗 不低 比方说 同样转化率 为1% 同样转化率 1%的两个词 你一个给它 引进来 1000个流量 那它就有 10单转化 那你一个 只给它引来了 100单流量 那它只有一段转化 那哪一单的转化 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肯定是引流 引流成本资源倾斜的 最多的那一个词 相对多一点点 我们通过 广告打法 也好 或者是通过测评 也好 主推 把我们的 成交主关键词的 排名给推上去之后 我们的 亚马逊站内SEO 就成功了一半了 就成功了一半了 另一个 通过站内SEM 及站外SEO 来辅助我们的 亚马逊站内SEO工作 这一块的话 可能很多的小麦 暂时做不了 但是这里给大家 做一下 做一下 方向性的分享 尤其是在 站外SEO这一块 可能需要 跟大家做一下 方向性的分享 现在我们 通过站内SEM 来主推一个词 主推关键词的转化 这是一种打法 然后另一个 你通过 站内SEM 人为的 去点击购买测评也好 来强化这个关键词 跟广告的相关性 来强化这个关键词的转 提高这个关键词的转化率 从而强行提高一下 这个关键词的一个排名跟表现 这是一种做法也好 这是配合着我们 PPC广告来做的一些动作 我们在PPC广告里面 会跟大家做一下 PPC广告这个课程里面 会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然后另一个 通过站外SEO这一块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疑惑 我们比方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谷歌搜索引擎里面 搜索Powerban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排在前面的 是亚马逊 百思乃 还有其他其他的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排在第四位的是谁 赫兰是Anker Anker Anker他在关键词排名 这一块已经排到了 这一个的首页 这一个首页的第四位 然后底下的一些 还有亚马逊的 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链接 还有其他的一些 官方网站上的一些链接 还有贝尔金的一些链接 杂七杂八的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 你可以通过谷歌SEO也好 或者是通过 其他的一些平台的 一些SEO也好 来补助推你的 这款产品的话 那你这款产品的流量 绝对不会低 那如果你还能够 维持住它的转化的话 那你这一款产品 由外而内 可以给你的亚马逊SEO 提供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鼓励 相当大的一个鼓励 再另外一个点 我们讲到 做站外推这些产品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多人 会在考虑到做一个 链接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关键词超链接 超链接 但是现在这一块 效应可能不像是 以前那么大了 我们以前说 做关键词超链 点击加构 可以迅速地推高 一个关键词的排名 但是现在可能不那么大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一款产品 它的链接的一个 组成构成部分 那我们这里 复制一下 Anker这款产品 它的一个 网址链接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网址链接里面 好 前面是亚马逊的一个 域名 后面的话 是Anker 它这款产品的 关键词 类目 然后它的ASMR 然后后面还有 它的一些时间戳 然后搜索它的一些 Keywords Powerbank 搜索它的一些 关键词等等等等 这QID时间戳 Keywords 是一个搜索关键词 等等等等 那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是直接用这些 链接去做战略 可能不大贴切 但是我们 在做战略的时候 这里可以给大家 做个推荐 我们打开它的一个 打开页面链接的一个 HTML语言格式后台 HTML网页格式后台 然后我们 查找 根据App查找 它的一个权威链接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款产品 这个充电宝 有这么一个 所谓的权威链接 好 看到没有 其实它的格式 跟我们的网页的 首页格式的前半段 是基本相符的 但是这里 周中讲一个点是 我们在做战外 SEO推广的时候 权威链接是 会自然地去吸收权重的 会自然地为我们的 亚马逊站内 Listing 吸收权重的 所以我们在做 战外推广的时候 可以考虑 使用权威链接 去做强推 包括做一些 战外的外链 做一些战外的短链 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我们关于这一块的课程 在我们的战外推广上 跟大家有做一下分享 那 讲到这里 其实 跟大家讲的 侧重的一个点就是 小卖家在做战外SEO的话 前期主要是在做 这些试调准备工作 在做关键词的词库的优化 在做关键词的优化工作 然后再做一个 优质内容的输出 这样的一块 然后还要选择一下 内幕节点 这些我们前期 所有的卖家都能做 但是后期的这些工作 可能就要看一下 各自手头上的资源了 但是整一个的方向性 你可以参照的这样子 去争夺你的 你的其他的一些流量入口 包括标签流量入口 包括关联流量矩阵入口 包括你的关键字排名流量入口 包括你的一些上位 一些辅助动作 一整套动作做下来之后 你基本上就能够抢占上 我们在之前章节跟大家做个分享的一个脑图 这里面 你把搜索流量给占据了 搜索流量给占据了 把关联流量给占据了 把板单流量给占据了 通过站内SEO 你就可以把这个自然搜索流量 还有底下的这个 关联流量板单流量 三大流量入口 已经给占据完备了 那你站内的流量跟转化 还会低吗 包括你可以通过 一些SEO的促销 SEO的一些动作 还有一些促销动作 来把其他的两个流量入口 也占据了 把站内的流量入口的 所有的坑位全都给霸占了 那这样的话 后期我们小卖家 他的一个成交跟转化 还会低吗 所以我们小卖 在做站内SEO的时候 准备这一块是重头 因为老实基础 我们才能走向更高的一些平台 然后另外一个 后续的这一块推广 就看各家资源的倾斜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我们就能够有把握 通过一个站内SEO 就占据三大流量入口 然后再把PQC流量入口 再把促销流量入口 也占据下来 我们就已经把站内 五大流量入口 全部占据完全了 那我们小卖 中小卖通过这样的一个促销 通过这样的一些动作 就可以把我们产品的 自然单 跟广告单的增长比值给控制住 实现有广告单的时候 自然单也在增长 而不会像是普通新的卖家 常用的那种情况一样 开广告就有单 一广告就没有单 这是特别特别尴尬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这整一个SEO的课程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个课程之后 能够有所得 整一个SEO工作上各有侧重 然后预祝大家在后续 也有更多的自然单入账 预祝大家在后续的 亚马逊运营工作中 能够持续报单 而且营销单跟自然单同时报单 好 谢谢大家